字幕志愿者 李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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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日前病世 高齡是98歲 作為他和楊振寧是第一個在華裔的諾貝爾 拿到物理學獎 這個講得正不正確的? 都正確的 你說如果亞洲人就不是他們 但是如果你說是華人的話 楊振寧 李正道就是頭兩個1957年的諾貝爾 李學獎就是他們的 是啊 當然了 這個拿獎 我想在以前的節目 我們都講了很多次了 就是那個原因 據後來的影響 但是作為紀念李正道 他世世 我們相信我們要簡略地從事科學研究 為什麼要拿這個諾貝爾獎呢? 我們簡單講講 陳陽博士麻煩你 簡單講講李正道教授 在那個諾貝爾獎裡面 他拿獎的原因和他最大的貢獻在哪裡呢? 1957年的諾貝爾文理學獎拿得很快的 他們在一年之內 由他們提出一個想法 到真的找到 去哥倫比亞大學找到吳建雄教授 去實踐他們的實驗之後 得到出來的結果 由結果再公佈出來 因為他們給出來的創建 和證實那件事很顛覆傳統的想法 所以非常之快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就決定 那個年度的諾貝爾文理學獎 就是要頒給楊振寧李正道 但是大家都會 基本上 今時今日的共識其實就覺得 當時幫忙做實驗 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建雄 都是應該要一起拿獎的 因為這些這樣的發言 其實是有一個理論和實驗的人相互結合 我們是會看成兩樣東西 同等重要 少了一樣東西 都不會頒這個獎出去的 所以 今時今日 用今時今日的標準 你說如果再回到1957年 應該就是楊振寧 李正道 吳建雄 三個一起拿獎才是最合理的 他們拿獎的那個題目就叫做 語稱不守行 就是每個字你都懂得 但是組成了就很難知道他在說什麼的 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嘗試了解過 什麼語稱不守行這個概念 我有 我也不覺得用今時今日的角度認真 是難以理解的 只不過就說 用英文來講 parity conservation 你首先要講一下什麼叫parity 這個字眼 或者我避開這個字眼 我們會說 現在這個生存的世界 右手是這隻 左手是這隻 是不是? 鏡子裡面的世界 你的左右是調轉了的 這個純粹是一個光學現象 令我們看一些東西左右調轉的樣子 那我們就會想了 如果一個物理學的法則 它要是通用的話呢 它應該就會在一個正常的世界 和鏡子裡面的世界呢 都會保持通用的 類似的想法還有很多的 我們譬如說 講得 譬如光 光學的理論 我們就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光 又叫reversibility 可逆性 即是說 你將那個光行進的方向調轉 你就發覺 事情是一樣走得通的 一樣是物理上可能出現的 但是你說 物理學的研究裡面 有什麼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呢 有些譬如說 你的杯子打爛了 你把時間調轉 把動畫片調轉來放 即是把時間 原本向前走的方向調轉了的時候 你就發覺 調轉了那件事是不可行的 所以有時有些現象就是 譬如義力學有些現象就是 它在時間上面不可逆的 我們就有些這樣的術語走出來 即是 有時一個方向可以 另外一個方向不可以 即是有些不可逆的現象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出現了一個對稱性的破決 這樣的意思 這種對稱性的意思就是說 我做過一些步驟之後 有些事情就 原來是繼續可行的 所以有些過程就為之 它經歷了這個轉換之後 依然是對稱這樣 譬如又舉多一個例子 有時可能用活生生的例子會方便一些 兩個正電荷是排斥的 如果我將這個兩個正電荷系統 換成兩個副電荷系統 都是排斥的 所以對於這些電荷系統 你發覺 將電荷調轉了 出來的現象是一樣 是沒有變的 譬如這些電荷由正變負 時間由正變負 還有這個鏡像世界和現實世界的轉換 這幾件事我們經常都想問的就是 這些物理學的法則 這些物理學的現象 在這些轉換之後 它能不能夠依然繼續可行 能否保持到對稱性呢 我們經常問這些物理法則 物理現象 它本身的性質 它有沒有這樣的對稱性 因為我們這個現實世界有時很多 我們稍後可能的哲數有機會提到的 有一些好像是不是很對稱的 譬如我們世界上有些叫正物質 有些叫反物質 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是用正物質組成 反物質很容易碰到正物質就沒有了 我們就會問 宇宙生成的時候 為什麼正物質會多於反物質這麼多 有什麼過程令到它那種 原先似乎應該是 我們知道 你如果給了一堆能量產生出來的時候 就應該很公平地 弄了一顆正物質 一顆反物質出來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宇宙給了一堆 這麼大的能量 形成了出來之後 是正物質多於反物質這麼多的呢 我們就很有興趣問任何一些 如果世界上看到這些不對稱的現象的時候 到底它是怎麼產生的 所以 關於一個 剛才說了很多不同的物理範疇那方面 我們都會想對稱的問題 我們在1956年之前的物理學世界 我們完全就會想 鏡像世界的東西和現實世界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如果將一個叫做左手定律 擺去鏡像世界 換成右手定律 這個右手定律就可以描述了鏡像世界裡面的一些電池物理學 我們就會這麼想的了 而且很多時候這句說話是對的 但是呢 在楊振寧 李政道兩位教授他們 他們當時 其實兩個都是非常之豐華政茂 就是 李政道教授拿的時候31歲 楊振寧帶他4年 那就35歲 其實以今時今日來講 30多歲已經是 就是明成利咒 登峰奏極 現在我們經常講的 諾貝爾物理學獎 隨時排到死 都沒有得拿 但是那個年代 我也不要說那個年代二 但是那個年代就是大家的知識資源這麼貧乏 他們都做到一個這麼偉大的發現 而且這個是對於我們傳統物理學世界 很多時候的事情要重新反省過 那麼他們如果講得整個長一點的話 就是在藥作用中的語稱不守恆 那麼他們就針對一些叫做 在一些核子現象裡面 一些叫做 譬如說 牽涉到藥相互作用的現象 那麼我們最容易理解就是 我們譬如讀那些原子核衰變 有一種叫做Beta衰變 由原子核掉一顆電子出來的那種這樣的現象 或者有時候掉一些中微子出來的那些現象 我們就會稱它為叫做 跟藥相互作用有關的一些核子物理現象 那麼他們就大膽提出原來其實基本上 在這個藥相互作用的物理世界裡面 語稱是不守恆的 那麼這個是一個很大膽的想法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由我們現實世界看到的東西 語稱會守恆 去到可能在一些量子現象 一般的量子現象我們都會看到這些守恆 其實後來就發覺原來在藥相互作用裡面 就會不守恆 那麼一時之間就令到大家覺得 出現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要很多我們過往是認為是 就是當不需要不正自明的東西 就重新要驗證過 所以我會說這個發現是 顛覆性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為什麼他們當時可以這麼快 獲得整個學界的重視 承認他們的成就呢 那麼其實我就會說 因為他們這個概念 基本得來是很有顛覆性 所以就拿了這個羅布爾物理學獎 在這個問題上面 我想我們要再深入討論一點點 因為拿獎快到是在一年之內 一個發現立刻拿獎 很少見 是很少見的 我想後來丁兆忠也好像是 是嗎? 最粒字 好像有類似的 但是這個是一個理論性的問題 它那個顛覆性是在於說 就是我的疑問是 就算你在這個藥狀裡面 遇性不守恆 那又怎麼樣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會這麼重要呢? 你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世界上形成的 我們自己身體這些物質裡面 就不外乎四種相互作用而已 一個就是重力的作用 我們會放手一些東西會掉落地 兩個有質量的東西 他們會互相吸引 兩個星球互相圍繞著大家轉 這些就叫做萬有引力作用 是我們很直觀很容易感受到的 然後有一個就是電池作用 就是我們今時今日可以弄到一個馬達 可以用動力來將東西發電 你沒有這樣的電池相互作用 你不會有這些科技的成果出來 然後剩下的兩種東西 就是跟剛才那兩種完全無關 就關乎在核子層面的作用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駕馭和影響 一個原子核裡面去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暫時來說 我們就是因為知道在原子核裡面 主宰著那些原子核去合起來 分開是有另外一套法則裡面 而且我們知道 那些譬如你打開的元素周期表 譬如碳的元素裡面有六粒質子 六粒中子 十二粒東西黏起來變成一個原子核 那些這樣的原子核裡面 有些很強的淨的電荷在這裡照計會排斥的 但是實際上它們是能夠結成一粒東西的 就證明了其實裡面因為它有另外一種更加強的力 是超越了這個這樣的一般的電池的靜電作用力 所以我們就知道有另外一種作用力發生 是主宰著這個世界裡面的原子核的行為 那這種我們叫做強作用力 就是將那些中子和那些質子黏在一起的 有一種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叫弱作用力 就是當這個原子核裡面的其中有一粒中子 它想變成為質子就會掉了一粒電子出來 在一個原子核裡面發生 是會有令到它主宰著究竟裡面那些電子 或者裡面那些中微子掉出來還是不掉出來呢 是又會有另外一種叫弱作用力在這裡 所以叫做在原子核裡面強作用力 弱作用力再加上我們日常生活 看到那些電池作用再加上重力作用 就是物理學裡面的四大基本力 所以我們認識、理解這個世界裡面 竟然其中有一種叫做弱相互作用 原來是語情不守行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說它顛覆了我們這個世界是怎樣來的 一個形式講得誇張一點點 因為就是四大根基、四大支柱認識世界萬物 怎麼形成其中一個原來我們發覺 認知有錯誤要重新檢討 所以那個顛覆性就是這樣來的 好 我看看阿里正道那個出身 他那個博士論文是 Hydrogen content and energy productive mechanism of white laws 不是太難明白 但是這個是天文學的題目來的嘛 他讀這個博士學院是天文學的題目 接著他做那個諾貝爾黨的那個題目 就是麥斯麥理 怎麼過渡到這裏呢 就是整件事 這裏很有趣了 用我們今時今日的眼光就覺得要過渡 他們那一代人不用的 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台長你記不記得我們曾經說過一位 蘇聯的物理學大師叫Landao 朗道 就是這位人兄 他物理學裡面幾個範疇的範範都精 幾個範疇都可以寫得出教科書級數的書出來 整套書寫出來的 你就算楊振寧 李正道他們各自 他們在物理學裡面是很多張刀 他們不只是粒子物理 他們做粒子物理之前 又做一下統計物理學 然後他們會尊研一些流體力學的問題 然後其實他們的師傅更厲害 Erico Fermi 就是李正道教授他的博士論文 就是跟Fermi來做的 如果大家很記性 你看那些什麼東西 就是講澳本海脈做原子彈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Fermi 他們就是李洋兩位在芝加哥大學的師傅 後來就是 李正道他師從完這個Fermi之後 他呢 又要計一條數了 也都適逢就是那個中國內戰差不多結束的時候 他也都沒有選擇回到中國大陸 楊真寧也是 而同時間呢 又要想一下 其實當時美國政府下了命令 尤其是當這個共產中國已經成立了之後 他們是美國那方面的反應就是 將那些華裔的科學家 基本上就禁止再出境 就是返回大陸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 鄧嘉仙是趕快走都走不遲 跟著譬如 你如果選不走的那些 你就走不了 OK 那楊真寧李正道 就算去到 拿諾貝爾美里學長的時候 他們還是拿中華民國護照的 那依然是一個 你可以理解做滯留在美國的身份裏 繼續他們的研究 那因為他們 其實整個事業都在一個上升的軌跡那裏 你正道在這個的 芝加哥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去了這個普林斯頓的高等教學研究所 而當時去坐這個高等教學研究所那位 就是澳門海默 就是奧彬海默 那其實後來就楊真寧也來了 那楊真寧在普林斯頓還很長 就是 一開始Firme叫他去一年好了 結果他去了十六七年 在那裏娶了老婆 但是呢 事情就沒有 好像Firme所說 他們去到那邊沒有什麼成就 不是的 他們是一直有非常非凡的成就 如果數回當時有什麼人物 在那個普林斯頓的高等教學研究所呢 那 那澳門海默就在那裏做老闆 同時間就是有一次 楊真寧教授自己也說的了 愛因斯坦都在那裏 有一天還拍門問他 請向楊真寧請教 你做的這篇統計力學的論文裡面有幾個位置 究竟是為什麼還請教楊真寧轉頭 那當時楊真寧教授說 哇 整個人很緊張 我偶像來找我 就是這樣一個 那其實就是 李政道當時他在這個普林斯頓高等教學研究所 已經是開始有一些眉目 去開啟這個語稱不守行的這個範疇了 所以我們可能之後又要介紹一下 整個語稱不守行發現那個故事 還有後來李洋之間的一些可以說的恩怨 我們也可以介紹一下 我們結束一下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講講這個語稱不守行的故事